取消延期 遇到颱風天 搭飛機出國就可能碰到這種狀況 有的旅客會投保旅遊不便險 希望多一份保障 但如果航空公司事先宣布 就不在理賠範圍之內 許多投保的旅客並不知情 在台灣的機場 有延誤的話好像是沒有理賠 也沒有到保障 不會 因為還是 就是後面行程都是受到彈務的 請假了 我要很多事情不能做 那你不理賠 不合理 其實旅遊不便險限制還不少 像是去城的搬機延誤或者是取消 如果是從本國出發 就不在理賠範圍之內 而航空公司如果事先告知取消 也不賠 除非是在check in之後 才宣布延期才會理賠 因為天災造成額外的 吃的 住的一些費用的產生的時候 那麼他才可以理賠 達人解釋 旅客所認為的不便 和保險公司所定義的並不相同 投保錢得確認再確認 另外達人也提醒 通常旅遊平安險會附加旅遊不便險 但有種情況要注意 旅遊不便險的這種保險 大部分是產物保險公司的旅遊平安險之下 才有附送旅遊不便險 一般受險公司的旅遊平安險 它是沒有負重 保費僅100多元的旅遊不便險 南瓜項目不少 除了班機延誤 另外像是行李遺失或者是delay等等 只要被妥單據 通常單項可以賠償4500元左右 但是投保錢最好先確認 保險公司的相關規定 以免真的遇到班機取消等麻煩事 卻球場無門 記者鄭仁中 詹佑弘 泰報道